欢迎收听有声剧《红楼梦》 本书由视听书院制作 第118回 既危贤旧兄妻弱女 精迷于妻妾简吃人 说话行王二夫人听游氏一段话 明知也难挽回 王夫人只得说道 姑娘要行善 这也是前生的素根 我们也实在拦不住 只是咱们这样人家的姑娘出了家 不成了尸体 如今你嫂子说了准你修行 也是好处 却有一句话要说 那头发可以不剃的 只要自己的心针 哪在头发上头呢 你想妙玉也是带发修行的 不知她怎样烦心一动 才闹到那个份 姑娘执意如此 我们就把姑娘住的房子 便算了姑娘的境事 所有服侍姑娘的人 也得叫他们来问 她若愿意跟的 就讲不得说清配人 若不愿意跟的 另打主意 西春听了 受了泪 拜谢了行王二夫人 李丸游氏等 王夫人说了 便问彩平等 谁愿跟姑娘修行 彩平等回道 太太们派谁就是谁 王夫人知道不愿意 正在想人 习人立在宝玉身后 想来宝玉必要大哭 防着她的旧病 岂知宝玉叹道 真真难得 习人心里更自伤悲 宝钗虽不言语 欲使试探 见是执迷不行 只得暗中落泪 王夫人才要叫了 众丫头来问 忽见子眷走上前去 在王夫人面前跪下 回道 刚才太太问 跟四姑娘的姐姐 太太看着怎么样 王夫人道 这个如何抢派的人的 谁愿意 她自然就说出来了 姑娘修行 自然姑娘愿意 并不是别的姐姐们的意思 我有句话回太太 我也并不是拆开姐姐们 个人有个人的心 我服侍林姑娘一场 林姑娘待我 也是太太们知道的 实在恩重如山 无意可报 她死了 我恨不得跟了她去 但是她不是这里的人 我又受主子家的恩典 难以从死 如今四姑娘既要修行 我就求太太们 将我派了跟着姑娘 服侍姑娘一辈子 不知太太们准不准 若准了 就是我的造化了 行王二夫人尚未答言 只见宝玉听到那里 想起黛玉 一阵心酸 眼泪凿下来了 众人才又问她时 她又哈哈地大笑 走上来道 我不该说的 这子涓蒙太太派给我屋里 我才敢说 求太太准了她吧 全了她的好心 王夫人道 你头离姊妹出了嫁 还哭得死去活来 如今看见四妹妹要出家 不担不劝 倒说好事 你如今到底是怎么个意思 我索性不明白了 四妹妹修行是已经准的了 四妹妹也是一定主意了 若是真的 我有一句话告诉太太 若是不定的 我就不敢混说了 西春道 二哥哥说话也好笑 一个人逐意不定 便扭得过太太们来了 我也是像子涓的话 容我呢 是我的造化 不容我呢 还有一个死呢 那怕什么 二哥哥既有话只管说 我这也不算什么泄露了 这也是一定的 我念一首诗给你们听听吧 众人道 人家苦得很的时候 你倒来作诗 偶人 不是作诗 我到一个地方看了来的 你们听听吧 使得 你就念念 别顺着嘴胡舟 宝玉也不分辨 便说道 看破三春景不长 姿衣顿改西棉庄 可怜袖护侯门女 独卧青灯古佛旁 李婉宝采听了 差一道 不好了 这人入了迷了 王夫人听了这话 点头叹息 便问宝玉 你到底是哪里看来的 宝玉不便说出来 回道 太太也不必问 我自有见的地方 王夫人回过魏来 细细一想 便更哭起来道 你说钱是玩话 怎么忽然有这首诗 罢了 我知道了 你们叫我怎么样呢 我也没有法了 也只得游着你们去吧 但是 要等我合上了眼 各自干各自的就完了 宝钗一面劝着 这个心比刀脚更甚 也长不住 便放声大哭起来 其人已经哭得死去活来 幸亏秋文扶着 宝玉也不提哭 也不相劝 只不言语 贾兰贾桓听到那里 各自走开 李丸竭力地解说 总是宝兄弟见四妹妹修行 想来是痛极了 不顾前后的风化 这也做不得准的 独有子娟的事情 准不准 好叫她起来 王夫人道 什么一不一 狠数一个人的主意定了 那也是扭不过来的 可是宝玉说的 也是一定的了 子娟听了磕头 西春又谢了王夫人 子娟又给宝玉宝钗了头 宝玉念声 阿弥陀佛 难得 难得 不料你倒先好了 宝钗虽然有把持 也难掌住 只有席人 也顾不得王夫人在上 便痛哭不止 说 我也愿意 跟了四姑娘去休息 你也是好心 但是你不能想这个轻浮的 这么说 我是要死的了 宝玉听到那里 道觉伤心 只是说不出来 因十一五更 宝玉请王夫人安歇 李丸等各自散去 彩平等暂且服侍西春回去 后来只配了人家 子娟终身服侍 毫不改处 此事后话 且言贾政服了贾母灵鹫 一路难行 阴遇着班师的兵将船只过境 河道拥挤 不能塑行 再道实在心交 信息遇见了海江的官员 闻得镇海统治 亲召回京 想来探春一定回家 略略解些烦心 只打听不出启程的日期 心里又烦躁 想到盘费算来不敷 不得已写书一封 差人到赖上荣任上 借银五百 叫人沿途迎上 来应虚用 那人去了几日 贾政的船才行得十数里 那家人回来 迎上船只 将赖上荣的兵起城上 书内告了多少苦处 背上白银五十两 贾政看了生气 急命家人立刻送还 将袁书发回 叫他不必费心 那家人无奈 只得回到赖上荣任所 赖上荣接到袁书银两 心中烦闷 知识办得不周到 又添了一百 要求来人带回 帮着说些好话 其知那人不肯带回 撂下就走了 赖上荣心下不安 立刻休疏到家 回名他父亲 叫他设法告假 赎出身来 于是赖家拖了 贾强贾云等 在王夫人面前 祈恩放出 贾强明知不能 过了一日 贾说王夫人不一的话 回复了 赖家一面告假 一面拆人 到赖上荣任上 叫他告病辞官 王夫人并不知道 那贾云听见贾强的假话 心里便没响透 连日在外 又输了好些银钱 无所抵偿 便和贾还相商 贾还本是一个钱没有的 虽是赵姨娘积蓄些微 早被他弄光了 哪能照应人家 便想起凤杰带他刻薄 要趁贾连不在家 要百步巧姐出气 虽把这个当叫贾云来上 故意地埋怨贾云道 你们年纪又大 放着弄银钱的事又不敢办 怕和我没有钱的人相商 贾云道 三叔 你这话说得倒好笑 咱们一块玩 一块闹 哪里有银钱的事 不是钱有人说是 外翻要买个偏方 你们合不和王大舅商量 把乔姐说给他呢 叔叔 我说句招你生气的话 外翻花了钱买人 还想能和咱们走动吗 贾还在贾云耳边说了些话 贾云虽然点头 直到贾还是小孩子的话 也不当事 恰好王仁走来说道 你们两个人商量些什么 瞒着我吗 贾云便将贾还的话 赋而低言地说了 王仁拍手道 嘿 这倒是一种好事 又有银子 只怕你们不能 若是你们敢办 我是亲舅舅 做得主的 只要还老三在大太太跟前那么一说 我找邢大舅再一说 太太们问起来 你们其他伙说好就是了 贾还等商议定了 王仁便去找邢大舅 贾云便去回邢王二夫人 说得锦上添花 王夫人听了虽然入耳 只是不信 邢夫人听得邢大舅知道 心里愿意 便大夫人找了邢大舅来问他 那邢大舅已经听了王仁的话 又可纷飞 便在邢夫人跟前说道 若说这位郡王是极有体面的 若因了这门亲事 虽说是不是正配 保管一过了门 子夫的官早复了 这里的声势又好了 邢夫人本是没主意人 被傻得就一番假话 哄得心动 请了王仁来一问 更说得热闹 于是邢夫人倒叫人 出去追着贾云去说 王仁即刻找了人 去到外藩公馆说了 那外藩不知底细 便要打发人来相看 贾云又钻了相看的人 说明 原是瞒着何宅的 只说是王府相亲 等到成了 他祖母做主 亲舅舅的宝山是不怕的 那相看的人硬了 贾云便送信于邢夫人 并回了王夫人 那礼丸宝钗等不知缘故 直到是件好事 也都欢喜 那日果然来了几个女人 都是眼妆礼服 邢夫人接了进去 续了些闲话 那来人本质是个告命 也不敢怠慢 邢夫人因事未定 也没有和乔姐说明 只说有亲戚来乔 叫她去见 那乔姐到底是个小孩子 哪管这些 便跟了奶妈过来 平儿不放心 也跟着来 只见有两个宫人打扮的 见了乔姐 便浑身上下一看 更又起身来 拉着乔姐的手 又瞧了一遍 略坐了一坐就走了 倒把乔姐看得羞涨 回到房中纳闷 想来没有这门亲戚 便问平儿 平儿先看见来头 却也猜着八九 必是相亲的 但是二爷不在家 大太太做主 到底不知是哪府里的 若说是对头亲 不该这样相看 瞧那几个人的来头 不像是本职王府 好像是外头露数 如今 且不必和姑娘说明 且打听明白再说 平儿心下留神打定 那些丫头婆子 都是平儿使过的 平儿一问 所有听见外头的风声 都告诉了 平儿便吓得没了主意 虽不和乔姐说 便赶着去告诉了 李丸宝钗 求她二人告诉王夫人 王夫人知道 这事不好 便和邢夫人说之 怎奈邢夫人 信了兄弟并亡人的话 反一心 王夫人不是好意 便说 孙女也大了 现在俩儿不在家 这件事 我还做得主 况且是她亲舅爷爷 和她亲舅舅打听的 难道她比别人不真吗 我横竖是愿意的 唐有什么不好 我和俩儿 也抱怨不着别人 王夫人听了这些话 心下暗暗生气 勉强说些闲话 便走了出来 告诉了宝钗 自己落泪 宝玉劝道 太太别烦恼 这件事 我看来是不成的 这又是乔姐儿命理所着 只求太太不管就是了 王夫人道 你一开口就是疯话 人家说定了 就要接过去 如一平儿的话 你李儿哥 可不抱怨我吗 别说自己的侄孙女 就是亲戚家的 也是要好才好 行姑娘是我们做媒的 配了你二大舅子 如今和和顺顺的 过日子不好吗 那秦姑娘 媒家娶了去 听说是封衣足食的很好 就是使姑娘 是她叔叔的主意 头里冤好 如今姑爷劳病死了 你使妹妹励志守寡 也就苦了 若是乔姐儿错给了人家 可不是我的心坏 正说着 平儿过了乔宝钗 并探听行夫人的口气 王夫人将行夫人的话 说了一遍 平儿待了半天 跪下求道 乔姐儿终身权杖着太太 若信了人家的话 不但姑娘一辈子受了苦 便是脸二爷回来 怎么说呢 你是个明白人 起来听我说 乔姐儿到底是大太太孙女 她要做主 我能够拦她吗 无妨碍的 只要明白就是了 平儿生怕宝玉疯癫嚷出来 也并不言语 回了王夫人 静字去了 这里王夫人想到烦闷 一阵心痛 叫丫头扶着 勉强回到自己房中躺下 不叫宝玉宝钗过来 说睡一睡就好的 自己却也烦闷 听见说 李婶娘来了 也不及接待 只见贾兰进了请了安 回到 今早爷爷那里 打发人带了一封书子来 外头小子们传进来的 我母亲接了 正要过来 因我老娘来了 叫我先呈给太太瞧 回来 我母亲就过来 来回太太 还说我老娘要过来呢 说着一面把书子盛上 王夫人一面接书 一面问道 你老娘来做什么 我也不知道 我只听见我老娘说 我三姨的婆婆家 有什么信来了 王夫人听了 想起来 还是前次给真宝玉 说了离奇 后来放定下茶 想来此时 真家要取过门 所以离沈娘来商量这件事情 便点点头 一面拆开书信 见上面写着道 静音沿途巨细 海江凯旋传之 不能迅速前行 闻探姐随翁细来都 不知曾有信否 前接道脸直手柄 知大老爷身体欠安 亦不知已有确信否 宝玉兰哥 场期已尽 无需实心用功 不可怠惰 老太太灵旧底家 尚须日时 我身体平善 不必挂念 此语 宝玉等之道 月日首书 容耳定比 王夫人看了 仍旧递给贾兰 说 你拿去给你二叔叔瞧瞧 还交给你母亲吧 正说着 李丸通李沈娘过来 请安问好必 王夫人让了坐 李沈娘便将 真家要取李起的话 说了一遍 大家商议了一回子 李丸因问王夫人道 老爷的叔子 太太看过了吗 看过了 贾兰便拿着 给他母亲瞧 李丸看了道 三姑娘出门了好几年 总没有来 如今要回京了 太太也放了好些心 我本是心痛 看见探丫头要回来了 心里略好些 只是不知几时才到 李沈娘便问了 贾政再录好 李丸因向贾兰道 哥儿瞧见了 长期近了 你爷爷惦记得什么似的 你快拿了去 给二叔叔瞧去吧 李沈娘道 他们爷儿两个又没进过学 怎么能下场呢 他爷爷做梁道的起身时 给他们爷儿两个 圆了礼坚了 李沈娘点头 贾兰一面拿着书子出来 来找宝玉 却说宝玉送了王夫人去后 正拿着秋水一篇 在那里戏完 宝钗从礼坚走出 见他看得得意妄言 便走过来一看 见是这个 心里着实烦闷 细想他只顾把这些 出世离群的话 当作一件正经事 终究不妥 看他这种光景 料劝不过来 便坐在宝玉旁边 正正地坐着 宝玉见他这般 便道 你这又是为什么 我想你我既为夫妇 你便是我终身的倚靠 却不在情欲之思 论起荣华富贵 原不过是过眼烟云 但自古圣贤 以人品根底为重 宝玉也没听完 把那书本搁在旁边 微微地笑道 据你说人品根底 又是什么古圣贤 你可知古圣贤说过 不失其赤子之心 那赤子有什么好处 不过是无知无食 无贪无忌 我们生来 已陷入在贪嗔痴爱中 犹如污泥一般 怎么能跳出这般陈网 如今才晓得 聚散浮生此字 古人说了 不曾提醒一个 既要讲到人品根底 谁是到那 太初一步地位的 你既说赤子之心 古圣贤 愿以忠孝为赤子之心 并不是顿氏离群 无关无戏为赤子之心 姚顺与汤周孔 时刻以旧名济世为心 所谓赤子之心 原不过是不忍二字 若你方才所说的 忍于抛弃天伦 还成什么道理 宝玉点头笑道 姚顺不抢朝许 武周不抢夷祈祁 宝钗不等他说完 便道 你这个话一发不是了 古来若都是朝许夷祈 为什么如今 任由把姚顺周孔 称为圣贤呢 况且你自比仪旗 更不成话 薄仪书旗 原是生在商末世 有许多难处之事 所以才有托而逃 当此盛世 咱们试受国恩 祖父锦衣玉食 况你自有生以来 自去世的老太太 以及老爷太太 也视如珍宝 你方才所说 自己想一想 事与不适 宝玉听了 也不答言 只有仰头微笑 宝钗因又劝道 你既理屈此穷 我劝你从此 把心收一收 好好地用用功 但能博得一帝 便是从此而止 也不往天恩祖德了 宝玉点了点头 叹了口气说道 一帝呢 其实也不是什么难事 倒是你这个 从此而止 不往天恩祖德 却还不离其宗 宝钗未及答言 席人过来说道 刚才二奶奶说的 古圣鲜贤 我们也不懂 我只想着 我们这些人 从小辛辛苦苦 跟着二爷 不知赔了多少小心 论其理来 原该当的 但只二爷 也该体谅体谅 况二奶奶 替二爷 在老爷太太跟前 行了多少孝道 就是二爷 不以夫妻为事 也不可太辜负了人心 至于 神仙那一层 更是谎话 谁见过 有走到凡间来的神仙呢 哪里来的 这么个和尚 说了些混话 二爷就信了真 二爷是读书的人 难道他的话 比老爷太太还重吗 宝玉听了 低头不语 习人还要说时 只听外面脚步走响 隔着窗户问道 二叔在屋里呢吗 宝玉听了 是贾兰的声音 便站起来笑道 你进来吧 宝钗也站起来 贾兰进来 笑容可具地 给宝玉 宝钗请兰 问了习人的好 习人也问了好 便把书子 乘给宝玉瞧 宝玉接在手中看了 便道 你三姑姑回来了 爷爷既如此写 自然是回来的了 宝玉点头不语 默默如有所思 贾兰便问 叔叔看见爷爷 后头写的 叫咱们好生念书了 叔叔这一成子 只怕总没做文章吧 我也要做几篇 数一数手 好去框这个功名 叔叔就这样 就你几个题目 我跟着叔叔坐坐 也好进去混场 别到那时 交了白卷子 惹人笑话 不但笑话我 人家连叔叔都要笑话了 你也不至如此 说着宝钗命贾兰坐下 宝玉仍坐在原处 贾兰侧身坐了 两个弹了一回文 不觉喜动颜色 宝钗见他爷儿 两个弹得高兴 便扔进屋里去了 心中细想宝玉此时光景 或者醒悟过来了 只是刚才说话 他把那从此而止 四字单单的许可 这又不知是什么意思了 宝钗上字犹豫 唯有席人看他爱讲文章 提到下场 更有欣然 心里想到 阿弥陀佛 好容易讲四书似的才讲过来了 这里宝玉和贾兰讲文 婴儿气过茶来 贾兰站起来接了 又说了一回子下场的规矩 并请真宝玉再一处的话 宝玉也甚思愿意 一时贾兰回去 便将书子留给宝玉了 那宝玉拿着书子 笑嘻嘻走进来 递给摄月收了 便出来将那本庄子收了 把几步向来最得意的 如蚕铜器 圆命包 五灯会员之类 叫出摄月 秋文 婴儿等 都搬了 搁在一边 宝钗见他这番举动 甚为寒意 阴欲试探他 便笑问道 不看他倒是正经 但又何必搬开呢 如今才明白过来了 这些书都算不得什么 我还要一伙坟支 方位干净 宝钗听了 更欣喜异常 只听宝玉口中 微吟道 内典语中无佛性 金丹法外有仙舟 宝钗也没很听真 只听得 无佛性有仙舟几个字 心中转右狐疑 且看得作何光景 宝玉便命摄月秋文等 收拾一件静事 把那些语录名稿 及映制诗之类 都找出来搁在静事中 自己却当真静静地 用其功来 宝钗这才放了心 那席人此时 真是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便悄悄地笑着向宝钗道 到底奶奶说话透彻 只一路讲究 就把二爷劝明白了 就只可惜迟了一点 临场太近了 宝钗点头微笑道 宫铭自有定数 重与不重 倒也不再用功地迟早 但愿他从此一心巴结正路 把从前那些邪魔 永不沾染就是好了 说到这里 见房里无人 便敲说道 这一番悔悟回来固然很好 但只一见 怕又犯了前头的旧病 和女孩们打起交道来 也是不好 奶奶说得也是 二爷自从信了和尚 才把这些姐妹冷淡了 如今不幸和尚 真怕又要犯了前头的旧病呢 我想奶奶和我 二爷原部大理会 子涓去了 如今只他们四个 这里头就是五儿 有些个狐媚子 听见说 他妈求了大奶奶和奶奶 说要逃出去给人家呢 但是这两天 到底在这里呢 摄月秋闻虽没别的 只是二爷那几年 也都有些弯弯皮皮的 如今算来 只有婴儿 二爷倒不大理会 况且婴儿也稳重 我想倒茶弄水 只叫婴儿 带着小丫头们服饰就够了 不知奶奶心里怎么样 我也绿的是这些 你说的倒也罢了 从此便派婴儿 带着小丫头服饰 那宝玉却也不出房门 天天只差人去 给王夫人请安 王夫人听见 他这番光景 那一种欣慰之情 更不带言了 到了八月初三 这一日正是贾母的名寿 宝玉早晨过来磕了头 便回去 仍到静世中去了 饭后宝钗席人等 都和姊妹们 跟着行王二夫人 在前面屋里说闲话 宝玉自在静世 鸣心危坐 忽见婴儿端了一盘瓜果 进来说 太太叫人送来给二爷吃的 这是老太太的客食 宝玉站起来答应了 傅又坐下便道 搁在那里吧 婴儿一面放下瓜果 一面悄悄向宝玉道 太太那里夸二爷呢 太太说了 二爷这一用功 明儿竞场中了出来 明年再中了竞食做了官 老爷太太可就不枉了叛二爷了 宝玉也只点头微笑 婴儿忽然想起 那年给宝玉打烙子的时候 宝玉说的话来 便道 真要二爷中了 那可是我们姑奶奶的造化了 二爷还记得那一年在园子里 不是二爷叫我打梅花烙子时说的 我们姑奶奶后来带着我 不知道哪一个有造化的人家去呢 如今二爷可是有造化的罢了 宝玉听到这里 又觉沉心一动 连忙脸神定息 微微地笑道 据你说来 我是有造化的 你们姑娘也是有造化的 你呢 婴儿把脸飞红了 勉强道 我们不过当丫头一辈子罢了 有什么造化呢 果然能够一辈子是丫头 你这个造化比我们还大呢 婴儿听见这话 似乎又是疯化了 恐怕自己招出宝玉的病根了 打算着要走 只见宝玉笑着说道 傻丫头 我告诉你吧 未知宝玉又说出什么话来 且听下回分解